哦吼!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my channel! 天哪! 張! Jesk! 安! D! D! OKOKOK 是不是许久沒有見我們了? 剛剛見了嗎? 就是我們這個視頻出了點晚 這樣吧! 我覺得 現在中四了 我們從現在這個視頻開始 我們每個視頻 都會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請大家找一下不同好嗎? 哪裡不一樣? 我打算整一個不一樣 你停一會兒 怎麼整? 欸! 小張說他有個變化 來小張給大家說 我拿一個鉛筆 OK下一個 下一個 來吧 我們要看什麼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大家哎呀 担待一下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要看 我們的 歌 誰的呢? 阿英嘎費青的 選豬蓮家鳳凰與飛 我的天 就是大家 呃 就是 我之前提到過嘛 然後我 特別喜歡霍尊 對不對 也就是說 這個捲珠蓮的原唱 然後呢 我也聽過 霍尊 用不同的版本 包括別人唱這首歌 的不同的版本 我都聽過 所以呢 我很期待 阿英嘎 飛青 我們的歌 現場演繹不同風格的 捲珠蓮 加鳳凰與飛 鳳凰與飛也是我 特別喜歡那首歌 很好聽 而且小穆斯達法和那個 鳳凰與飛的原唱 有點圓圓的 什麼圓圓 像啊 啊 我知道你要說這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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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頭髮 你把頭髮 我把頭髮這樣扎 扎一個扎 扎在最後邊 所以當我頭髮這樣扎的時候 就很像 真的嗎 真的 不止一個人說過 哦 就是一洗漱之前的那個樣子 所以 來來來來 我們來聽吧 這有點曝光 來我們來聽吧 然後 來來聽 太往下了 這你也要管 我覺得眼鏡 兩個耳朵是不是不一樣高啊 任何人 不知道 是一樣高的嗎 我特別期待這首歌 這首歌 挺好聽 你看霍尊看沒 哪有霍尊 你說這個 嗯 霍尊 沒有歡 沒人過醉就唱 誰嗑了一聲 進來 路線 為修音的現場 這個造型和上一個肖戰 也有一點 哈哈 我演 我喜歡這個 抖了 就是他那個 剛才我充電了 所以他有點抖 抖了 再來一遍感覺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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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中聯是那個 當時霍尊跟他 嗯 也有共合作 就是唱著 對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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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和我 是誰 我 最愛 我 是誰 是誰 因為她 我 是誰 树羞起雾云梦中美 你说他在那里更加特别好 像是晚上是黑 阿卷的零花 今晚无荡药是归 空调落不一夜随随向带 阿卷的零花 阿卷的零花 这一拍卡片我看你会吃饭 我也是 我没见过 我看他说 很久不見 真是的 我飞走远远离我温暖 与好草耳流 心之情多么终于 谁敢偶非花旗 花旗 谁盼明月起风照样 谁盼春风雨 愿初 一同如雪 细雨满旋 最美照尽却 花旗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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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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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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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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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一句 這一句我覺得 就是我聽完之後 你知道有什麼感覺嗎 就感覺 其實他倆 他倆 他倆在唱上面其實 對這兩首歌沒有做很大的 改變 主要的改變是在 伴奏上面 就會可能跟之前 對全是不一樣的風格 包括那家的鼓啊 後面的那個 內容聲音 你能不能跟我們聲音聽那種沒有雜音的 就沒有觀眾說話的 那種 我聽不到怎麼說 因為他們說 我兩個版本都聽過了 我聽過他那個修的也聽過他沒有 那個不修的 確實是不一樣 他那個修的應該跟那個不太一樣 修了就聲音很實 怎麼說呢 就 就 我不知道 他官方是什麼樣子 人家在想要聽有官方的 等一下我找一下啊 OK 我們找到他 唇響版 就是應該是最原始的那個版本 來聽一下 來聽一下 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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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挑選了一下 你看他真的很像一個王子 好帥 我剛才就想說你知道嗎 就是他把這兩個歌唱的就像 就真的就像一個王爺 像個將軍一樣 對吧 就是他唱那個 唱那個 唱那個 等一下看一下是誰 誰 那邊的 還是董建建 和聲是徐霄 董建建 我能說嗎 阿姨咋真的她的鼻子太好看了 我能說嗎 對 我覺得她可能有點想抓那種 呃 呃 像比如說這種古風歌曲 尤其這首歌 她想抓那個 鼻音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聽出來沒有 你再來聽一下 他想抓这儿的感觉 所以他在咬字上 其实还是有挺大 不一样 你看这时候 他又放到这儿 但是其实前面的音线 这样呢 他是 像 来福时区 这种感觉 他想 你看到他鼻子了吗 我觉得他这儿 我觉得他是不是想 唱出那种讲故事的感觉 他可能想加一点 戏曲的感觉 想加一点更有味道的那种声音 我觉得这个半个座特别吵 感觉又出来了 天可好美 天心上 大提琴吧 我今头过思量 沾染了莫瑟糖 天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他唱的 他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听 他就正常的 能个了莫瑟糖 莫瑟糖 也行 这样也行 但是他唱的那个 我真的很想说 这里我特别像 简一简 一简寒美 欧离雪中 这个很像 是他的唱歌 对 浮修七五五 这个也 七五云梦中 有美 是那种吟唱的方式 对 而且他有带那种 浮修七七七 是这样吗 我好像唱的有点复杂 浮修七五 其实在戏曲里 很多这样的 叫什么 而且我真的很好说 这个地方 他那个伴奏 这个鼓声音下特别好 就瞬间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而且不是在正拍上 他那鼓 你发现了没 就是穿穿在他声音中间 我们再听一下 你看 这样子 不是在他那边唱 不像他那边唱 出秀其五云梦中 蹦蹦 蹦蹦 就是打鼓面 然后旁边 鼓面 我很喜欢旁边那一首 我也喜欢旁边那一首 太好听了 他真的唱的 就真的就跟个将军一样 其实他这点 你不应该说将军 你在里面这个王爷 这王爷 爱日花美 还是那种 金花红空 刚随 那种 战斗老 还有柔情 是吧 柔情 那这个王爷也太帅了吧 又帅又很怕 他感觉他这个很丑老婆 对别人很冷酷 那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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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还想看阿尼卡去演戏 你知道吗 有时候阿尼卡去演戏 而且就是我觉得他演军阀 就是那种军阀的 那种武装的时候我觉得都很帅 真情落若终于 虽乱口飞花去 虽然有个真情 这一个赞啊 你还想奉励 他太适合这个演戏 可逆风不解 血雨半雪 最美这曲曲 天花与黑灰灰灰灰 人情的痕迹 天不同行 雨色色几 夜催风遥迹 其实我刚听他这个和声 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其实这一句接下来就会 是这点吗 应该是吧 你已经预感到 他接下来会唱什么了 这样的一个和声 因为他这个和声 有点终止的感觉 不是半终止 就是终止的感觉 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 他应该还会再唱 他为什么到这儿完结了 谁知道人家就是在这儿完结 但是他后面给了你一圈 他就是在这儿完结 他就是在这儿完结 从今天到 这就相当于一个曲子的尾声 你叫什么 英文叫什么 Coda 是吗 大家可以讲考诗考魔肉 大家可以讲考诗考诗 这档次都不一样 这个色色奇也都让我想起 流水秋色比作国情萧色 那个问里面呢 哎呦 就问肖有美曲 那这个考诗我岂不是最轻松的一个人了 你大概不知道都背过了 我没有什么要背的考诗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咬字 就是他的一个唱可能是他唱的唱歌的一个他自己的风格 对处理方式 他的咬字其实能让整首歌连起来 所以不管他这首歌里他用了多少种不同的音色或者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来唱这首歌 他不会让你觉得出戏 你发现没 比如说他在低音的时候他去追求这儿的位置 然后突然又放在 就是把突然又声音把声音再放在这儿 放在很放松的位置上 最后再给你来个高音 然后在这儿的位置的一个高音 所以因为他咬字能把整整个句就是连在一起 所以他不会让你觉得 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 比如说 哦 因为刚才这样 然后就唱这样的一个音 他不会让你觉得突兀 你发现他的咬字 其实他一直在用他的位置带整个咬字 就跟我们唱美式歌剧一样 就相当于保持一个原音 然后你去唱他的符音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他一直在用他的咬字在连 把整首歌连起来 我特别喜欢伴奏 这舞美也很好看 我觉得这个最后一个尾声应该拖的时间长一点 你不觉得吗 他就是要给你一下突然 咬咬咬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不是拖长 就是他应该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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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感觉 我觉得会搞好 他现在有点突兀 那有可能是节的问题呢 什么什么问题 就是节的问题 节怎么节 就是人家现场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人家节目组为了赶这个时长的给你剪掉几分钟 几秒钟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纯响版的也挺好听的 没有啊 没有啊我觉得两版都很好听 就是因为他们有人觉得 我昨天听了 听我说 因为他们有人说 这个纯响版就是把他们的声音什么什么都 就是好像是太突出了他们的声音 没有太大区别 其实我觉得 不不有区别 一个混响 一个混响 声音大一点 但我觉得这个就更细节 就更 其实听这样的歌 更能 更专注声音 对 更专注声音 而且他更能体现出一个歌手的唱功 在他细节上面的处理 对于 对于一个曲子的处理 哎呀 因为其实 就是卷珠莲这首歌 在大家的印象中 其实还挺 挺 挺 挺一致的 我刚才没想到 他能用这样的嗓 嗓音就是去唱这首歌 因为大家一 用美声唱会怎么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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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别挑战 你知道吗 没有结果的 不是我刚说哪了 就是 我叫嗓音唱 卷珠莲 听这个 就是 就是 肖战 吓死吧 肖战 不是什么肖战 我怎么提肖战了 不是肖战 就是 霍尊 阿云感 霍尊 就是他 就是 卷珠莲这首歌 就是 在大家印象里 都是 霍尊这种 比较温柔的声音 或者是 刚才小歌那种 比较温柔的声音 唱会好听 但是他这个 完全颠覆了我 对这首歌的一个 认知 认知 他其实也可以这样唱 包括 因为这样的嗓音 在 高潮部分 反而更能带动你的情绪 但是 这嗓音唱也挺好听的 是吧 不同的感觉 对 不同的感觉 可能那个 就是 比如霍尊唱的那一版 卷珠莲就是那种 黯然 黯然伤神的感觉 这个真的 他 这个真的 安盖尔真的唱出了那种 王爷的 王爷的感觉 就是王爷 就是王爷那种 我可以 我可以陪我的夫人 陪我的 那个 他像 他就像 看小曲 我也可以上战场 他这首歌就唱的就像 我现在在战场上 然后我的夫人 在为我暗自伤神 在想念着我 然后但是我知道 我就爱着我的夫人 然后我要马上就是 你知道吗 就很激动 然后马上把这个杖打完 我就回去叫我的夫人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 我想的是 就是在那种 王府里那种红墙 他对着红墙里 露出的一个梅花在唱 那这样的话 就那种 好像就是两个人相爱 两个人因为没有什么办法 然后两个人不能在一块 然后感觉就是那种 妈你再想一个 然后下雪 下雪 看着梅花 我操 帮我的开始 我编试剧情景 哈哈哈哈 编剧编剧 编剧孙 OK 编剧孙 就是 其实你看我们歌这一系列 我们做到现在 其实它越来越 入佳境 你没有发现吗 其实这两期的歌都还挺好的 嗯 嗯 可能越到最后了 大家就是筹备的 对筹备的就会更精致一点 嗯哼 比我们刚开始听 对吧 反正这两时 力量转转 嘿嘿 是那个 你今天怎么什么都出来了脑子里面 我不知道 嗯 这个考试综合证 你知道吗 考完试 考后综合证 啥都记得了 一考完啥都记得 考的时候 哎 什么来着 哎 哦 嗯 然后考完 什么都想起来了 对 好吧 喜欢这个视频呢 一定要 三连 三连哦 然后 在这里再重复一下 呃 我们把我们 之前出过的 我们的歌的视频 都放在了一个收藏夹里 在我的 收藏夹里 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好吗 这样就是 呃 大家找的就不用找的麻烦 因为我们现在出了很多视频 而且都比较杂嘛 所以可能比较想看我们这一系列的 我们都放在我的收藏夹里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记得 点赞 关注 弹幕 评论 好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我们要录一个 封面 好